時事焦點 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時事觀察 各位聽眾,我是梁煙食 跟大家說說世界大事 在香港,立法會的議事規則修改 終於超時間完成,通過了 最主要就是今次民主派 用盡各種角力方式,都是不能成功 反而被建制派,本來都要五天討論 結果三天就過了 最主要原因就是民主派都無心亂戰 因為立法會始終是一個討論政治的地方 特別是有關政策的立法 不是外來拉布和各議員表演 立法會不是一個鬥秀場 不是各自表演,去鬥秀的方式 而是一個大家討論,可以以不同的意見 在這裡鎮壓,但不是用各種方式來表演的 正如習近平都說過 屋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 其實在香港來說,立法會是用來討論事情 是以示的,是立法的 不是用來表演的,不是用來做政治鬥爭用途的 所以立法會變成一個拉布場所 我覺得都很奇怪 因為在全世界民主的國家,民主的地區 那些拉布都沒有試過香港這麼厲害 其實香港的拉布是達至非常長的時間 在過去的四年,拉布超過450小時 浪費了的公帑達至9000萬港幣 可以說是相當多的,相當長的時間 而這次似乎民意都不支持繼續拉布下去 所以民主派嘗試發動一些的 就是把揮立法會 號召一些人去立法外面示威 甚至靜坐等等 結果都是相當的失敗 本來以民主派的鐵桿支持者 他動員兩三千人隨時都可以的 最少幾百個誓死忠心的支援者 這次竟然升援的市民不夠20個 人數非常冷清 扎了一些營 都是有絕食或者睡 都是只有20多個帳幕 根本聲勢很小 所以想玩絕食也好 想玩這一種的包圍立法會也好 都是非常失敗 而且這個港獨派和本土派 基本上那群年青人都不支持老派的民主派 那種抗爭方式 冷周、熱鳳無法團結一起 跟當時黃絲帶運動 嘗試一聲號令團結全香港 反香港政府或反中國的人士一起 參加或追求民主的人士參加 那個聲勢真是不可比 當然黃絲帶運動後來分裂 和大家吵架 互相說粗口罵 自己人打自己人等等 都造成一個非常壞的見證 令到香港市民都是對他們失去信心 在這個相當薄弱的支持情況之下 所以大家都是想一場的show 做完就急急完成算了 所以本來建制派希望五天完成的 結果三天都完成得到 是想不到的 但是香港立法會變成那種不斷的拉布 這種方式 因為拉布本來都是民主程序 特別的規程上 屬於一個程序的公義 但是拉布從來都沒有人 在西方的民主國家 沒有人去拉 拉四百多小時 拉布是沒有的 通常都是拉二十多小時 一兩次完結後就不會繼續 以後長一長時間都會來拉布 拉布這個字原本來自西班牙話的 叫做Philipaster Philipaster這個意思 其實在西班牙話就是海盜來劫略 就是說你可以海盜式劫略了議會 令到通過擁場的辯論 令到原本你是少數的 是難了多數派支持的議案 他可以通過拉布的方式 令到對方沒有人等等 又可能令到議案胎死腹衝 這個本來都是一個策略 而這個程序又容許 任何議員發言都可以有一個 無限期的時間可以說話 試過有些議員 美國參議會是可以在議事方式上 可以一直說話 只要他不去治所又不吃東西 他又說下去 有些人可以拿本聖經由頭到尾 或拿本美國憲法來讀 甚至拿本沙士比亞來讀 這樣都可以 這些都是拿來玩的一個方式 但是通常都是很短的時間 就是一天之內 最厲害都是達到24小時18分鐘 1957年 美國試過反對民權法 是這樣拉布過 但是都不會每一場的討論都去拉布 因為民主始終是尊重議會 不是用這種程序的方式來搞亂議會 我在加拿大最記得當時有個米兆協議 大概是90年代 我們當時剛移民加拿大 我發覺有個米兆協議 希望菲巴克省和那麼多個省 能夠結合成為一個國家 因為菲巴克省是未簽加拿大國家的部分 如果談到一個對菲巴克的法語文化 和語言高度尊重的方式 希望由各省同意 只要各省大家都同意 各省的議會同意 就不用全民投票來處理這個問題 全民投票可能對法裔的系統不公平 因為始終英語的人佔多數 只要每個省的議會同意 當時已經很長很長的討論 珍持很久 終於大家達致協議 但想不到這個協議 由於定了一個限期 只能夠討論到一個限期 就要終結了 當時大家同意的時候 各個省議會最後都通過同意 應該成功將加拿大法裔的系統 是真是合法地統一了 免得以後這麼多東西爭論 怎料有個印第安人 即是那些原住民 覺得只是討好這些法裔人 沒有幫到印第安人 覺得不公平 於是他在一個議會那裡 不斷地在省那裡 不斷地說很長的東西 拖到過了一個限期 結果米智慧協議就不能成功 其實很可惜的 一個很重要的議員不能成功 結果就塌了 塌了之後再做一次全民投票 大家都不支持 法國人覺得法裔人得到的利益不夠 英裔人覺得利益分得太多 結果最後都不支持 所以結果到今天這個問題都未解決 當時曾經因為拉布 去完成一個成果 這個我也看過 當然這個成果是很壞的 後來對加拿大沒有任何好處 但當時通常都是用一次的 之後香港可以用很多次 當然是1999年開始 有人開始用拉布 香港立法會議員 但由於自從梁振英成為行政官 當時拉布很多次 一些法民主派議員 來對抗梁振英 而且拉布方式 除了讀一段很長的這類的方式 亦開始動議大量的修正案 幾百個修正案 每個都要討論 有時間來討論 又爭論 又去通過不同意 然後又改了一個詞的修正案 又來 那時候黃毓民 梁國雄 紛紛用這個玩法 令到香港很多事情都拖延 是做不到的 特別當時 有些法民主派議員 就認為很多香港發展的工程 大白杖工程 今天就拉布拉道 始終最後都通過 結果都要延遲 半年兩年 造成嚴重的超支 好像有些超支到200億元 特別高鐵的撥款議案等等 害到香港政府花了很多人民納稅的錢 用拉布 譬如說一個大白杖工程 這個其實是隨意說的一個口號 因為那些工程開了 就很多人可以開工的 那你不撥款 即是說這些大白杖 大白杖就是做戲給人看 香港整個工程都做戲給人看 因為一個社會發展一定要 不斷有新的發展 例如珠海的大橋等等 當時由司法複限 又拉布 令到拖延很久 但終歸都是做的 不過花了很多錢 所以這些做法 令到很多工程都是延遲的 這些就是拉布 基於已經不是什麼值得 什麼偉大公義的理由 只是去令政府花很多時間處理問題 拖延很多的議案通過 這些做得多都大家都有點討厭的了 議會不是我來 天天討論幾百個 改一個字的修正案 議會始終又不是不斷留會 只要你討論一件事 民主派議員覺得不喜歡那個問題 那個討論就是 只要議員不夠數就立刻 要數點人數 一不夠數就留會 等多一個星期才開始拖延 拖延最後害了香港人 害了香港政府 讓他很多東西 那些錢是沒有辦法通過 將來就會用到很多錢 所以現在的議事規則修訂是什麼呢 最主要就是數點人數 現在情況可以改變了 因為數點人數 如果留會要等一個星期 現在主席可以決定任何日 再舉人會議 不用等一個星期了 另外一樣 只要20個議員起立要求 提交懲請書 就要交付專責委員會 再去處理 再去討論一些議案 那麼現在的門鑑 就不是20個人起立 而是35個人 另外就是那些 立法會全體委員的會議 那個法定人數 如果你說要整個留會 就是人數不夠二分之一 就可以留會 現在改了人數不夠 只要不夠二十個 這樣才會留會 這些等等的做法 都是嘗試等到不可以玩這麼多遊戲 令到無端端留會 無端端就要等一個星期再開會 或者無端端將那些通過 就是20個人起立 就要將那些油加回內部會議討論 就是不用拖延時間 這個也是迫不得已的 講下去 而 長遠問題是甚麼 休息一會再談 好嗎 好嗎 我们下期再见